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0日 星期六 這一則新聞 可以告訴大家 打到來 什麼打到來 就是充公私有財產 深圳 出了一則 通告 在一個城中村裏面 要租客走的 這個通知是這樣寫的 因白芒村 進行 綜合整治整村統租項目 現在為了配合項目工作 特此通知各位租客 第一 在今年2023年7月3日 星期一之前 將租房騰空移交 移交前請租客將屋內個人密緊搬來 與其將收取相應費用 如果你不搬 我們找人搬 收回你的錢 第二 房屋交接時 租客應該保持 房屋裏面的水電 設施正常使用 不可以損壞房屋裏面的原有設施 如果有損壞 要照加賠償 第三 房屋交接將水電費結清 並退還租客住房的壓金 希望各位租客認良 積極配合整村統租項目工程 好了 什麼叫做整村項目工程 究竟他在說什麼呢 現在大陸深圳 在城中村推行一個新政策 白芒村在深圳南山有超過500棟的房屋 跟大多數 廣東裏面的城中村差不多 他相對是比較 便宜的租金 以及生活成本 所以 很多人就搬到這裏住 城中村現在變成新聞焦點 因為統租這兩個字 意思就是說 由政府 統一收集這些房源 進行改造 以及周邊的配套升級 再出租這些單位 以往 有什麼貝殼 找房 有幫人租屋的大陸 其實意思是做什麼呢 意思是說 有些公司 出去租房 簽合約 一次過租市場上1000間屋 然後就統一把這些屋子租給人 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 自己也是賺錢 現在 這些租屋的公司很多時候就倒閉了 經濟不好 政府出面租屋 意思是 政府就拿了 整個租貸市場來做 因為政府一租 不是跟你說租一個單位 五個單位 十個單位 而是租幾十萬個單位 好了 這次 這個統租 可以說是 十分之 一個重大性的 政策來的 輿論進一步法效 很多人 擔心 會不會統租之後就引發房屋的暴漲呢 尤其是 簽約人的年齡有要求 限定是18至40歲 會不會變相是 清洗低端人口呢 即是說 在深圳 你年紀大於40歲的就不用租地方了 政府不租給你 你滾 已經有其中一番擔心 另外我擔心就是 很多人 可能 說搬就搬 即是說政府要限制 裡面租的人的組合 政府如果不租給你 你就沒得租的了 那麼究竟是怎樣呢 他們美其鳴 深圳要大幅提高保障房規劃的數量 保障房規劃原來 只是一些 青年群體而已 18至40歲而已 40歲以上是不是不准租呢 他們怎麼算呢 你就偷偷趕他們走 是不是 官方資料顯示 深圳為了加快解決新移民 新市民 即是其他地方移過來的 青年人群體的住屋問題 提供了十四五規劃的任務目標 將建設籌集保障房目標 54萬套 提供到 不少於74萬套 即是 即是政府 要租這些屋回來 解決青年人 新市民的居住問題 那麼 中老年人的居住問題是怎樣的 你回家 你回鄉一下耕田 他說 提高保障房的數目 其實初衷是好意來的 但是牽涉到 這次他要做深圳最大的二房東 即是他做大的包租工 網友就覺得 會不會東中有很多問題 問題是甚麼呢 網上即是有人 覺得 我之前以為深圳 這個保障性的住房要建屋 原來是打成 中村的主意 統租意味住房屋在改造前 這些房東 要先 交吉 清除所有的造型 當然 產生了問題 你要清空他們 有幾萬人在這裏 說搬就搬 搬到哪裏呢 那些小孩上學怎麼辦呢 跟北京清理低端人口 是一模一樣 面對突如其來的清退通知 很多白芒村的租客就向媒體表示不滿 叫我們走 現在說走就走啊 我怎麼走啊 我租了地方 你以為那麼容易搬 也有租戶說了 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小孩上學怎麼辦 現在政府沒有任何方案 解決的方案 只是說 叫他們走 現在問題就是 他們會害怕 所有的租給政府壟斷了 到時的租金 是不是任你餘用呢 任你加價呢 政府不只是對一個 而是對所有的城中村全部都這樣做 現在目的不是蓋保障房 是要把城中村的房子 那些房子全部租回來一次過 是強制性的 是租了 而且 政府這個是一個大生意 為甚麼 因為 是變成了大生意 以往一套房 他就會收錢 然後就變成了大數據 怎樣大數據 他有57萬 50多萬 每間還要賺錢 到時 這些又可以抵押 給銀行 又可以賺一筆錢 現在政府做起生意 而且是強制的 你一定要租給他 好了 租給他 他按月交租給你 但是他一次過就跟人收租的時候 收一年租 中間 已經有一個早賺 就是他的現金樓 收了一年租之後 慢慢給你 中間產生了離息 有11個月利息多出來 因為你每個月交給你的嘛 到了第2個月就有10個月利息 第3個月一直如此類推 當然到了之後就會減到沒有 但是 不過收一年租 他政府就可以運作那筆資金了 你想想 70多萬個單位 每個單位那筆租金 那筆按金是多少錢呢 這是一個 大數據來的 是一個大數據來的 大生意 是不是 每套房 租多少錢呢 一年收 幾千元一個月租 怎樣也要呢 幾萬元是不是 一年賺一萬 幾十套房就是 賺幾十億了 即是幾十萬套 乘一萬元就是幾十億的利潤 你想想 如果賺一萬元一套房 他就賺幾十億 這個是不是大生意 是不是在銀行 可以拿到很大的信貸額 第2個 就是保障房 你到底保不保障人家呢 你跟這個業主簽了合約之後 如果你告訴別人 現在 租金 市道不好 租金跌了下來 現在明明是2000元跟你租一個月 沒有啦 現在市道不好 我是要 調整到1000元 你覺得你有沒有能力反對呢 你沒有能力反對的 政府說多少就多少 多多之後再減下來 你可不可以收回 政府硬性規地 你的房子 不再是你的房子 你一旦跟政府簽了合約 租得給政府 你就永遠都下不上 正如50年代 當時 上海很多 那些叫做大宅的嘛 在以前的法租界 在隨匯區 很多大宅的大屋 有錢人住的 結果 政府 告訴你 隨時你這麼大房子也住不完 就抓了人來 住在你那裏 你自己留回房子 你自己住吧 其他的全部都要 住給其他人 初初 就說是跟你租的 租一租 政府就沒有交租給你 然後 甚至乎 自己住在最大的房子 被人趕走 趕走在小房子 你想一下 這些叫做著巢溝漸 共產黨從來都是做這些卑鄙無恥的事 現在 用這個統租的方式 其實就是剝奪你的自主權 本身你租給人 你就自己收租 現在政府說跟你租 代你租 政府一定是收人家租的 你是不能反抗的 到時政府不給租 你 你能否反抗呢 你憑甚麼反抗呢 沒得反抗 肉隨真板上 現在第一步向城中邨進行強制的租屋 到時不是城中邨 到時是其他 政府說要全部統一 政府說要統一 你買來收租 如果不是自主單位買來收租 全部都被政府 強制的 出租給人家 這樣 連在 深圳擁有物業也會成為危險 是不是 你打算收租而已 不是 現在政府規定要由政府出租 你私人不可以出租 是不是 即是私有財產被剝奪 這個 會不會發展到 全深圳 不只是城中邨 而是全深圳的私人樓宇都會出租 這些情況 不排除政府真的會這樣做 更加有效率 一次過租了 所有人租屋就跟政府租 所有人放租就放給政府 然後政府就掌握了所有租單位的生殺大權 剛才說了 已經是良好意願了 趕走低端人口 留下一些 年輕力壯的在那裏 留下一些 做得事的在那裏 把農民工趕走 城中邨就是一樣的 很多農民工 因為貪工的平租在那裏 現在 租了 現在政府搞了 不讓農民工在那裏 把農民工趕走 也是 當年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的政策之一 另外就是 剛才我們擔心 租了之後 你就沒有了自主權 政府將來不讓租給你 你也沒有他 甚至乎衝攻你了 現在給了政府就是政府的了 你想拿回 你就上街抗議吧 你有多少條命死啊 這些情況 會不會向全中國發展 甚至乎 在香港發展 我們不敢說 不過 共產黨一天 一定是打理你身邊的私有 住宅 私有財產主義 因為甚麼是共產黨 現在共產黨告訴你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香港暫時不會發生 所以我一直叫大家 一定要賣掉大陸的樓 你的樓 很快就不是你的了 你在大陸的錢 很快就不是你的了 在香港 也一樣 如果共產黨不滅亡 最後他推行的政策 一定是 侵犯你的私有財產 一定是充公民產 好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個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6月24日 我們是RHKTF的閉門會議 也是我們的小型網站 網上我們 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要搞的是一個香港自由軍團的軍事訓練學院 以學院的形式 希望培養多些香港人 有一些軍事的知識 也希望培養到香港人 可以成立到 我們自己的香港自由軍團 這節時間 先說到這裏 拜拜